209 成報 啟程人心惶惶民主黨開居民大會 2015年7月22日 港民A03本部《港民報》報導 啟程有部分居民的血源水平高於正常水平 民人心惶惶更擔心食水的擴泉 影響到日常生活 希望當局盡快徹查源頭 有家長指出 如果確定子女的血液含原量超標 不排除會向當局追究責任 如兒子中招會追究責任 盧太玉有一名七歲的小孩 因為內被揭發水含原 他說 吃兩年才知道有事 好似落藥到後期才知道有事 坦然生活受到影響 他亦自行找合資格的人士檢驗家中的食水 結果發現超標十四倍 他希望政府可以從源頭徹底解決問題 而盧太的兒子將會檢驗血液 他表示沒有感到害怕 因為打針不會痛 一旦兒子不幸中招 盧太表示 會找團體或有相同遭遇的市民 一同追究責任 譚先生有一名一歲半的女兒 在啟程 H居住一年多 但女兒至今仍未驗血 他在家中安裝了淚水氣 但沒有功效 面對啟程有多人被驗出血液含原量超標 他認為不能擔心太多 只能加倍小心 何太懷有五個多月的新人 他早前亦驗血 但未知到結果 而他家中亦有一名一歲女兒 以及一名七歲的兒子 何太透露女兒的血液檢測結果是正常 而兒子因為不符合政府要求驗血條件 所以未有驗血 認為政府如果安排兒子驗血 當然是最好 遇到立會外 一同表達訴求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 今日22日 召開會議 討論公共租住屋 H食水養本被發現 含原過兩事件 民主黨昨晚9時在啟程召開居民大會 期間呼籲居民到立法會外 一同表達訴求 爭取全驗血 在召開居民大會期間 立法會議員黃碧雲表明 今日在立法會會上 爭取全驗血 並且要求交代食水的原含量來源 九龍西立法會議員 西九新動力主席梁美芬 也跟進洪陷第二期水源超標事件 要求當局除了找出食水含源超標成因 也建議派出情緒專家到社區看府緊張 恐慌的家庭 為有兩歲以下嬰孩或人父的家庭 提高能過淚水中緣分的淚水氣 再次提高能否決定